嘩,這裡真是正如聰哥所說 麻雀雖小,吾藏俱全 雖然是汽車,但也有升級享受 看不看得到嗎? 水力按摩缸 在這裡浸著看著 日出日落不知多棒 其實這裡的概念等於民宿一樣 香港朋友很喜歡住民宿 想和本地人打成一遍 對了,一對本地的夫婦 就買了這些車 改裝成為酒店房 就租給遊客 遊客們住在這裡 有什麼不明白可以問他們 是他們弄好在後面 或者我想吃早餐 他們會煮給你 或者我想去市場買東西 他們會帶你去這樣玩 十足手這個民宿的風格 這裡有幾部這些車 這部是最貴的 3500.1萬 但是麻雀雖小,吾藏俱全 裡面有些什麼 交給你,逆魚 嘩,這裡真是正如聰哥所說 麻雀雖小,吾藏俱全 首先有一套很舒服的沙發 還有一個透心涼的冷氣 接著還可以打開天窗雪亮畫 接著,除了這個天窗之外 還有電視機和Wi-Fi 坐得久 還可以有雪櫃 裡面拿些凍飲出來 除此之外 這邊就是它的廁所 和淋浴間 光濕分離,非常之方便 前面就是一部雙人廠 又看來這房間 這房間較為小 因為車價較為小 價錢較為便宜 2800元左右 裡面廁所浴室 關上門 這位置坐在這裡吃飯一流 有趣的是 竟然有焗爐 電視爐 然後這是洗手盆 雪櫃在這裡 大床在這裡 雖然是小酒店模式 是車的酒店 但依然可以叫Worm Service 即叫即整 因為店主的家和廚房在後面 還有一般酒店的這些牌 請清理一下我的房間 現在讓我介紹最便宜的房間 2300元一萬 所有設備和其他車廂一樣 都齊全家 不過就沒有客廳 還有一件事我想說 聰哥最留意的床邊插租位 這裡的所有車廂都有 這裡都有 不過我就建議大家大定拖板來 就可以差多幾件事 別以為在這裡 夜晚晚四夜無人 一定會很悶 可以看電影 看大電影 這裡的老闆 設個大螢幕給大家 免費的 任何看不生氣 看完就可以睡覺 那些就是精神食糧 其實眼前都有很多美味的食糧 我知道… 泰式BBQ BBQ就是這些 說這些 泰式叫做Mukatat 類似燒肉火鍋 上面有些肉片讓你燒熟 下面有些湯底 很受泰國人歡迎 很多人都喜歡叫來吃 但這裡四夜無人有物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我之前問過這裡的老闆 他說不少城市人 曼谷人 都專門來這裡住這些車屋 因為在曼谷的城市之中 沒有這樣的環境 於是整班朋友 包起來這裡 搞派對還可以 你有沒有感覺 這裡雖然沒有冷氣 但清風送爽 很棒 還有一隻蚊也不多 一隻